新任仁和里长蓝亮如 是已故里长成尊茂的太太 因为丈夫今年六月生病过世 必须进行里长补选 蓝亮如投入选举 最后以312票胜出 公所也在今天举行就职典礼 人和里是我们努力最少的一个里 人口水也最少 但是这个补选的意义是蛮重大的 因为我们的蓝里长从他先生往生了以后 其实还没往生之前 在生病的时候 对人和里这一个我们 不管是社区或者是礼办公室的 跟公所的配合 其实他都已经参与得非常多了 就现在的共议我们 如果里长的压倒性国庙当算 这就表示说 他平常是在社区博物 在你的博物 做得非常成功 这就所有民众大家困定和支持 从镇长手中 接下当选证书与硬性 有着传承的意义 继续做好里民服务 让罗东正更进步 以后两路会对水到 我们五顶顶顶顶顶来的政策 来实施 来配合 来做给我们人和里 我们的利民 当时我也希望 大家跟以前同样 跟爱好我的公司 专门同样 大家又继续爱好我 蓝亮如同时也是现任 人和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就职典礼包括罗东正代表会 罗东正的里长 公所主管都出席祝贺 北安新闻记者 上次看采访报道 谢谢 ім啊 2 3 3 4 4 5 5 6 7 7